我们开始谈论另一部份 我们之前谈论了Vendor Wilds Force 接下来谈论Diple-Diple Attraction 介乎Hydrogen Bond和Vendor Wilds Force的强弱程度之间 现在我们想谈论什么叫Hydrogen Bond Hydrogen Bond 我们开始看 无端端会有Hydrogen Bond这种东西走出来 也不是的 有些数据 你看到这里有个表 有个Group 4、Group 5、Group 6、Group 7的Hydrogen Bond 因为这些组织 基本上是由Lon Metal的 类似组成的 我们来看看全部Group 4、Group 5、Group 6、Group 7 它做Hydrogen Bond Hydrogen Bond的意思是 它是说它和Hydrogen 和混合起来形成合成酵胺 即是卡币的 卡币的时依然 这样 卡币和Hydrogen bonding 是H4 像SiH4 Geh4 如此类推 NH3、PH3 ASH3 我们就看完四个群组 看它的缩组 因为缩组可以反映到 intermolecular force 的强弱 这些可以做实验做到 最重要是整齐这几样东西 这些群组4 SH4, SIH4, GH4, SNH4 这些全部是molecule 当然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尤其是SN, SNH4是天,即是石金属 有些同学说,金属为何同类是molecule 这些不要考虑,我们不理 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些基本上是molecule 是没有错的 如果有什么详细想问,将来再说 这里是SH4 在这里你发现的趋势是怎样呢? 群组4, boiling point 一路上升 当然大家都应该可以想到 就是SH4 C, SI, Germanium, SNH4 它那个 atomic mass是一直在增加的 加起来的molecule mass 一直都是这样的趋势在增加 如果趋势在增加的时候 molecule mass增加 就是vandawild force增加 vandawild force增加的时候 就是这样写 molecule mass 就简单说一说 CH4 比较SNH4 跟着 GEH4 跟着 SNH4 跟着 次序 最大 由细致大排 molecule mass 接着 vandawild force 一样都是这个次序 CH4 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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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的boiling point 一样都是跟回这个次序 是吧 很合理的 以前我们一路说下来 都是跟这个pattern 来说的 没什么可以再讨论 好了 接着你看 group 5 那些是如何 group 5 就是这几个element 你看这里 group 5 np antimony acinic bismuth 我们看四个 你看到 pH3 ash3 sbH3 没问题 一路都在升 molecule mass增加 唯独是这个 我们预计 molecule mass很小 最小是它 就像CH4 最小 它应该在这个位置 你延伸下来大概在这里 现在的问题就是 咦 为什么它在这里 会升高 比其他 有很多只 有个奇怪的出现 这里写上 apnormally apnormally 就是不正常地 apnormally high boiling point is fine in NH3 这个 要想办法解释 我们以前用molecule mass 这套理论解释的时候 在这里出现了 不正常 这个解释不了 一定有其他因素更重要 我们要找出什么因素 或者 建立一个理论 解释这个因素 是什么 当然 经常有新理论 解释不正常 或者不同了的现象 好了 我们再看一个 group 6 group 6 Oxygen Sulfur Selenium Talurium 你看到 情况一模一样 它经常都是最初的因素出问题 刚才就是NH3出问题 今次轮到H2O出问题 你看看 正常molecule mass 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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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想到最小 molecule mass 应该在这里 反而不是在 升上这里 如果升得也挺夸张 你看看 谷幅度比这个NH3更夸张 好了 记住先夹住 又是有 ad normal high boiling point in is fine in H2O 我们待会看看 可不可以解释到 接着到最后 group 7 group 7 就是这些 你看到 这几个HCL HFED 我们很熟 无论 然后 HF 又是不正常的 应该在这里 跳了上来 很高 boiling point 既然 那些 有个共通地方 都是头一只不正常 它不是中间任意 一个不正常 高 boiling point 我们看看怎么解释 我们首先 一直以逻辑推理 就是 一定有个强点的 inter-molecal force 或者强点的dipole-dipole 这些 好了 我们想想 这些 这里 这里 我写了一句 We will expect the appreciable 即是很可观的 strong 很可观的 强的吸引力 应该在NH3 H2O 和HF 里面出现 我们要想 是什么吸引力 接着外国的科学家 就很厉害 真的想到 想到出来做实验 理论 理论 match到这些实验结果 即是这样 科技很厉害 理论的 理论的基础很好 我们看看 其实 那个inter-molecal force 后期改名 叫做hydrogen bond 为什么叫做hydrogen bond 因为 因为全部牵涉到H 全部牵涉到H 我们看看它怎么说 它说 这些attraction 就是这样 我们用刚才的 最简单的 H 不要理会什么 atom 拿这个出来说 inter-molecal force 这些都是 Polar molecule H Delta 正 Delta 负 这里有些attraction attraction 到底是什么 性质的东西 刚才那三值都可以做到 首先第一件事 如果要形成Hydrogen bond 这些比较强的attraction 的时候 有个条件 条件第一件事 Hydrogen 看着这个molecal 是否刚才说有选择性 这些选择是选择了什么呢 就是这里写着 Bond to Highly Electro-negative Atom 刚才说哪三值 N,O,F 或者我们看这幅图 好像更好 N是3.04 它是选择的 O 3.44 F是3.98 这三个都很高 选择的 H2.20 相对来说 大家的偏差很厉害 会造成什么现象呢 就是这个molecal 是特别Polar的 H的Delta Delta证是特别厉害的 这个特别厉害 当然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这个Bond to Highly Electro-negative Atom 是很极性的 Delta证是特别多的 你多写多少的Delta证 Delta证都可以 不过 没必要写到太复杂了 接着呢 第二件事 如果要2 除了Legativity 要很厉害 那倒是 但是 为什么只有这三个呢 N O和F呢 你又不见到 这里的CL 有些这样的情况 HCL HCL 你看看 这个表 这个表呢 是怎样呢 你再看 如果继续 2 Legativity CL也很厉害 去到3.16 比N 更大 3.04 那 为什么N NH3 的Boling Point 可以高一点 但是HCL Boling Point 不会突然之间 很不正常地高了呢 那 应该就是 还有一个因素 除了Legativity 之外 控制到 整不整 HB 因素 就是CL 达不到 什么因素呢 其实很容易 看到 你看看 这三个 这三个Atom 有多少层电子 按照 PuV2 就是两层电子 但是CL 去到的时候 它是三层电子 三层电子 因为 Eatronic Configuration 是287 那么 三层电子 的Atom 就大很多 多一层 所以原来 Ea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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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小 也有关系 这里第二点 写住 Eatom Eatom Must be small in size 一定要很小 所以 就算Eatom Eatron Ea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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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 所以 这个 其实距离与点 做不到 如果是这两个因素,应用N,O,N,O,F才可以 diple-diple-attraction就不是 DELTA-POSITIVE,DELTA-证的H 它是给旁边的Molecule 旁边的Molecule要有一个条件 就是Electro-negative Atom 一定要有non-pair electron 最少有一对 因为它是吸着non-pair electron 正如在这里的旁边,就是 H是由covalent bond 而这边是由hydrogen bond 和旁边的Molecule的non-pair electron 大家有个CutV 因为non-pair electron是负的 H就正 这些不正常的强度 更强於diple-diple的attraction 我们叫它是Hydrogen bond 强度大概20-40kJhz 当然Brieling Point 会高了,就是这样的解释 Randall-R4 十分之一左右 说了这么久引起Hydrogen Bond 这些强一点的 Inter-Molecular Force 我们也有一个解释的东西,这本书也有写的 我们看看这里,Hydrogen Bond is a Link 一个联系的方式 Formed by Hydrogen Atom 联系有一个Hydrogen Atom Lying Between Two Strongly Electro-Legative Atom 它在两个Electro-Legative Atom 中间 例如N,O,F 它没有提到这是Covand Bond 总之你一个这样的情况,H在两个Electro-Legative Atom 中间的时候 它就有这个Inter-Action 不需要考虑这个是Inter-Molecular Force 这个是Covand Bond 因为这个世界其实是 还有很多理论牵涉到这个是比较复杂的 那我们就这样看 这里就解释了Hydrogen Bond 但是这些概念比较复杂少少 大家要多些时间消化一下 那我们来看看这些例子 我们来看看这里 我们首先要考虑一考虑 如果你要 Formed by Hydrogen Bond 轻健,要如何? 第一,要有Hydrogen Atom 先 对不对? Hydrogen Atom 拆住耳的耳朵 这些东西我不写了 第二,旁边的Molecular 是不是要有Lone pair耳朵的耳朵? 是不是刚才说的 好,现在我看几样东西 是不是有三个可以形成Hydrogen Bond 我们来看看 当我写到 多少个Hydrogen Atom 对不对? 对不对 同时,我们也要看几样东西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对不对 和这个Hydrogen Atom 我们可以几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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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样东西 NH3,H2O,H2O,HF 可以看到了 先看看NH3 NH3有多少氧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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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 3个氧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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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形成了多少个Hydroxen bond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 或者你用另一个角度看 我看这个Molecule 这个Molecule真的形成了Hydroxen bond 你数一下这里是不是有两个Hydroxen bond 一个两个 但问题 这个Hydroxen bond是两个Molecule 大家分享的 即是说你要占一半 它又占一半 同样地这个Molecule 这个占一半 这个占一半 这个Molecule 平均来说 它有多少个Hydroxen bond 这里想看看 on the average number of Hydroxen bond per molecule 应该有多少个 很明显 二分一加二分一 或者这里要求每样一个才可以做到 那你就只可以放到一个Hydroxen bond 对不对 如果同样道理 我们来看看水 水可以怎样呢 你看看这里的形状 它就有 Water molecule 有多少个Hydroxen bond 可以拦住Electroxen bond 是不是应该有两个 一二 这里应该有两个Hydroxen bond 有多少个None pair electron 是在这个Hydroxen bond O就是一对 是不是两对 两对 这里形成两个 OK 那接着呢 你想想 如果有两个H 两个None pair electron 它可以形成多少个Hydroxen bond 按照计 应该是两个的 对不对 这里是两个了 你可以在图图里看 None pair electron 和Hydroxen bond 这里还有一个水分子 我们没有画出来 这里占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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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半个是另一个 Molecule 同样地 这里占半个 这里占半个 这个H 占半个 另一半是这个 所以如果你按照计 整个抽数完 看来是否一二三四 即是等于四乘二分 即是两个Hydroxen bond 平均来说 可以数到两个 好了 我们试试数到HF HF 这个幅图不是乱画的 它的形状在固体的时候 固体的就是G字形 是不是G字形 OK 好了 大家看看 我们又数一下 F 有多少个H 只有一个 有多少个H 可以在某个条路上 放弃出一张分子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 Lone pair 2 一场有多少队 按照数 一二三三队 Dolone pair 2 一场没用 H只有一个 那你形状的HF 应该是多少个 你都可以猜到 是不是一个 没错 一个 你可以这样看 这个HF 分开一人佔一半 这个佔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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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这里也有HF 这个摩尼桥 它又是佔一半 这里又是佔一半 整个抽 整个摩尼桥 总共是半个半个 加上平均 就有一个HF 对不对 好了 我要做这么多东西 计数 1、2、1 想说些什么 你记不记得 我们之前有些数据 数据就是什么 就是这张图 你见不见到 你那时候说 大家1、2、3、3 3个都有HF NH3 H6 但H也会稍微高一点 你看玻璃玻璃 100度 这个只有20多 这个更低点 -20多 为什么这个高一点 就是刚才说 我们计数 平均每个Water molecule 有两个HF 这两个只有一个HF 你拆开摩尼桥 由液体分开到软一点 这个是不是困难一点 因为要拆两个HF 这个比较容易 相对来说 这两个 因为拆平均一个HF 每个Modicube 所以这个波铃玻璃 004高了出来 这里又能解释到 你可以用这个方式 来解释一下图 多多一样资料 好 这里HF 暂时先讲到这里 后面还有些资料 下一条片再讲